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章的金奖班的学习 就是国际商务运营 那这一章呢整体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很多 而且呢它既有战略层面的东西 也有计算和定性层面的东西 所以整体来说呢 这一章其实前半部分偏战略 后半部分呢偏计算 难度还是有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章整个考点有哪些 它包括四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外直接投资 第二个呢是对外的经营 所以前两个呢偏向于战略选择 这是我两种国际化的方式 对吧一种呢是直接向外国企业去做投资 或者呢在外国去建厂 第二种呢是我通过这种合作经营的方式 国际化经营的方式来去进行操作 所以这两者是我们战略层面的问题 然后后面两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状况 就是境外物流 跨境物流 那么跨境物流我们的货物运输可以通过海运 还有陆运 当然也可以通过空运 对吧 那这里面呢会涉及到计算问题 那另外因为跨境运输它本身过程比较复杂 而且呢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 所以我们需要为它上好各类保险 而这里面呢也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计算问题 所以后面两个东西 其实就是在讲跨境运输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产生的情况 对吧 前一段时间苏伊士运河被一艘台湾的这个货轮给堵住了 那其实呢这一次也是让所有的人重新开始认知跨境运输 特别是海洋运输这件事情 好 所以总而言之啊 这一章看上去好像内容不算很多 但是它既包括战略层面的问题 又包括战术层面的问题 但是前两节呢 相对来说关联度更大一点 后面两节呢 相对来说关联度更大一点 而这前两节和后两节 它们之间呢 我可以这么说 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性 所以知识呢 是完全分开的 好 那这一章呢 在去年只考了选择题 当然考的是计算 但是今年呢 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只有主关题了 那它就有可能把这些计算呢 放到主关题当中 那难度实际上是在增大的 好 所以我们整个这四节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有什么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 我们包括它有什么样的概念和形式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对外直接投资 对吧 有哪些理论来支撑 还有呢 国际化的直接投资企业 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 而第二个方面就是国际化的经营 国际化的经营 也就是我们建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及其组织形式 以及多种国际化的经营模式 那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讲到国际的货物运输 它包括海洋 包括陆地 包括航空 当然也包括用集装箱的方式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多事连运 最后我们谈到了运输保险 跨境运输保险 包括主要是海上的 海上的 因为海上的更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海洋风险比较大 而且呢 时间相对比较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呢 关于跨境运输保险的问题 主要是以海运的保单为主 好了 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关于国际的直接投资 那它包括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 动机和理论 以及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的建立方式 到底我怎么去建立一个国际直接投资企业 好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 它的概念和形式 我们说国际直接投资 又叫做外国直接投资 是指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 控制国以外的企业 它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对外投资 这些概念呢 读起来非常的绕口 对吧 但是实际上呢 很容易理解 就是我直接拿着钱到境外去建厂 这就是一种直接投资 原来呢 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 是国外的企业跑到我们这儿来建厂 对吧 像东莞 像广东 当初很多的地方 其实都是外商过来建的厂 但是现在呢 我们也跑到越南 跑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去进行建厂 所以这个就是国外的直接投资 是直接控制外国企业的经营权 不管是新建 还是说直接收购 那国外直接投资有多种形式 第一种呢 叫做国际合资企业 合资企业显然 它存在着入股的问题 对不对 入股的问题 那我们在学习国际投资的时候 有两个概念 各位要清楚 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 放在这个一个中立方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去看 对外直接投资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往另外一个国家 去进行投资 那我们说 这两个投资国 或者是被投资国呢 我们把它取个名字 一种叫外国投资者 也就是出钱的方 另外一国呢 叫做东道国 东道国 所以一国是外国 一国呢 是东道国 所以比如说原来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我们国家呢 往往是以东道国的身份 在吸收投资 对不对 那不管是其他的美国呀 日本呀 韩国呀 新加坡呀 他们都会是外国投资者 那现在呢 我们相比于越南而言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投资者 纷纷的跑到越南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外国投资者 而越南呢 就变成了东道国 所以各位 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去理解到啊 虽然我们说国际投资呢 我们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面 但是中国既可以是东道国 也可以是外国投资者 所以是由外国投资者 和东道国投资者 成立了一个共同的投资项目 联合出资 再按照东道国的法律 在东道国的境内建立企业 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的很多保险公司 什么公银 安盛啊 这样的保险公司 或者呢 是招银啊 招商信诺等等 就是把各个保险公司 国外的保险公司 和国内的银行 把它去建立一个联系 一般来说 是51%和49%的股份 这样呢 形成了一个联合出资 对吧 这就叫做国际核资企业 那国际核资企业 它的特点 首先 它是一种核营 而且呢 是这种股权式的核营啊 是股权式核营 那还有呢 它有四共的特点 共同出资 东道国的投资者 和我们的外国投资者 共同出钱 第二个呢 大家在共同经营 根据股份 共同经营 第三 大家是共担风险 第四 共享利润 这作为股权投资 不就是共担风险 共享利润吗 对吧 所以是共同投资 共同经营 共担风险 共享利润 然后国际合资企业 也是国际投资当中 最常用的一种形式 为什么它常用呢 因为它相对来说 权责力更明晰 对吧 产权明晰 很多问题就很好办了 而且呢 也更有吸引力 你说 只要我能够看好你的市场 然后投资完了以后 我能够赚到钱 是不是跨国企业 或者是境外的企业 就愿意过来投资 所以呢 我们说 它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说 它的优点是什么 作为股权式的合营 那它可以通过利用 合营对象的销售网络 和销售手段 直接进入到特定的地区 或者国际市场 这主要针对于什么呢 如果是这个东道国 就是背投资国 东道国 它本身存在一些壁垒 那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显然我们需要 它自己来去操作 会比较好啊 对吧 它自己去建立企业 那就可以规避掉 外国企业进口 或者是外国企业 出口到他们东道国 会规避掉这方面的一些壁垒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合营的各方 在资金技术方面 可以形成相互的补充 然后增强竞争力 达到一加一 大于二的效果 对吧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优势 那我们再说第三个方面的优势 就是它有利于获得当地的一些原料 资源 或者生产基地 反正你之所以去东道国去投资 不外乎你看中了它的市场 或者呢 你看中了它的资源 或者呢 你看中了 它的人力成本 那之前很多的企业 跑到我们国家来去进行投资 第一 看中了中国十级人口的资源 十级人口的市场 第二呢 也看中了我们国家非常廉价的劳动力 对吧 第三呢 还有很多的一些自然资源 在我们国家也非常的丰盛 所以我们说能够获得当地的原料 资源 或者生产基地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它可以吸收对方的经营管理理念 获得有价值的经营销售和技术人员 这个呢 主要是作为东道国 作为东道国方向我们国家 以很多的优惠政策当年去吸引外资 那当然这两年在赶了 那作为吸引外资的动作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说这么做的目的 是不是就可以获得 西方国家他们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人员呢 当然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真正的赶 只不过呢 优惠政策不像原来那么多了 而第五个方面的优势呢 就是它可以有利于扩大企业现有的生产规模 能够快速的了解和满足境外市场的需求变化 就要拿我们中国作为东道国来举例 那我们国家呢 是不是市场非常的巨大 很多的企业呢 都非常希望要能够去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 但是在分杯羹的过程当中 它需要特别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如果你在国外建厂 然后把产品把它给运进来 那一方面呢 有巨额的关税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说你也很难真正的了解到中国市场 所以很多的企业呢 就越来越喜欢直接把厂建在中国 然后再利用对中国市场的深度了解 能够去打开这个市场 同时还可以扩大它本身的生产规模 对吧 第六个方面 就是有助于了解东道国的民族意识 文化差异 获取税收的减免 以及呢 分散和减少国际投资的风险 那这里面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 因为不同国家 它的民族 文化 宗教等等 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不一样 像我们国家虽然我们整体是 同样的中华文化 但是不同的地域是不是差别也很大呀 所以这样的一些差异 实际上呢 就需要外国企业 它要实地的进入进来 招聘一些中国籍的员工 它才能够真正的理解 然后第七个方面 就是有助于更好的了解 东道国的政治经济 克服差别待遇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干嘛呢 我们可以去克服在政治上 经济上 我们对东道国的不了解 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就像这一次的HM的事件 那HM的新疆棉事件呢 实际上它有有意识挑衅之前 同时呢 它也真的低估了 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对吧 真涉及到民族问题的时候 那中国人呢 绝对是凝成一股神的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的有利因素 一方面 能够通过这个主体 进入到对方的国家 另外一方面呢 在技术资金方面能够互补 还有在资源方面能够获取 还有呢 可以吸收对方的管理技能 还有可以扩大规模 满足消费的变化 还有具有比较强的 能够了解啊 东道国国家的民族意识 和文化差异 还有呢 能够了解政治和经济 所以这就是我们 直接投资 所能够带来的好处 那当然它也存在 不利的因素 第一个不利的因素呢 因为投资各方 在目标基因决策 管理的方法方面 有可能存在分歧 因为是东道国 和我们的投资国啊 主动投资国 他们两者的投资人 共同出资 所以难免大家会对 有些问题有分歧 第二个就是不同投资者 长短期利益 难以统一 一般来说呢 东道国可能希望能够 有一个长期利益 而国外的投资者呢 他可能希望快速地 做起来了之后 我就赶紧可以撤退 对吧 所以呢 长短利益 难以统一 和接下来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国际合作企业 跟刚才的国际合资相比 合资显然是要出钱的 对不对 合作呢 我们只是签一个合作的协议 就可以了 所以国际合作企业 是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投资者 在签合同的基础上 来依照东道国的法律 共同设立的企业 所以它不是以出资的方式 而是签合作的合同 合作协议 最大的特点就是 合作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是由合同来去体现 而并不是由股权来体现 典型的 叫做契约式的 合营企业 那利弊呢 我们说 整体而言 它的好处和坏处 跟我们国际合资是类似 但是呢 国际合作企业 因为它本身并没有出资 所以它在利润分配 资本回收 以及企业的 本身的形式角度来说 相对更加的灵活 不像国际合资 我建了一个企业 我不管是继续持续 还是我把它关掉 相对来说呢 都会比较麻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国际独资企业 那国际独资企业呢 也是一种股权投资的方式 对不对 只不过呢 是全部都为我所有 那国际投资 独资企业呢 指的是 外国投资者 是以全部资本出资 在东道国呢 去设立了 它所拥有的企业 那外国投资者呢 是独立投资 因此呢 没有供担风险 这一说了 是独立承担风险 单独经营 独享经营利润 当然了 很多的国家呢 其实并不允许 在某些领域 由外国独资 投资者 直接独资企业 它必须要合营 对吧 当然也有一些领域呢 你独资是没有问题的 好 独资的优势 显然 因为独资 所以呢 我并不存在 东道国投资者 和我们的外国投资者之间 存在矛盾的问题 所以不存在 和其他投资者的冲突 而且呢 整体的经营 也更加的有弹性 因为完全由某公司 自己可以操控 对吧 操控的决策权 更大一点 所以呢 也可以获得 更大的总体效益 如果是合资 比如说 55这种 50% 50%的合资 那么有的时候呢 母公司可能还会担心 说有一半都是别人的 所以可能如果大量的输送一些 一些利益 或者是输送一些资源过来 那么会把这些资源呢 由别人占有 对吧 所以它整体的这种效益呢 可能反而达不到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财务管理方面 弹性也更大一点 因为全部都是我的 所以我想要去融资也好 想要去借钱也好 都相对比较容易 而且增加股本 还有再投资 或者汇出盈余资金 等等这些方面呢 都非常的自由 还有就是在专利 以及特许权 技术授权 和管理费的收取方面呢 也有更大的弹性 对吧 因为都是我的 第五个方面 就是在资本的选择方面 投入的资本的选择 有更大的自由 我可以自己选择 我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出资 怎么来去运营这个东西 第六个方面 就是独享企业的机密 具有垄断的优势 特别对于一些技术型的企业 那我就不怕被自己 自己的技术 被别人偷走了 对吧 第七个方面呢 就是免除共同投资者之间 他们的摩擦和管理的难题 第八个方面 就是独享经营的成果 第九个方面呢 就是可能可以独自享有税收的优惠政策 所以总体而言呢 其实它是八个方面啊 那八个方面呢 简单的说 第一从管理方面没有冲突 第二呢 从经营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然后这里面的经营 包括财务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然后从技术方面 我们说可以更加的能够保护自己的机密 然后在资本选择方面呢 能够更加的自由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经营成果和税收利润的 税收利益的享受方面呢 能够更加的独享 对吧 所以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 从我们的管理冲突方面 从经营决策方面 经营的自由度方面 从财务自由度方面 从技术层面 从利益共享层面 从这个信息垄断优势层面 这些东西都好理解 好 当然它也具有劣势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了 很多的东道国 它可能不喜欢你去独自 对不对 你跑我这来 你还独资 我凭什么让你去干呢 我希望你进来 就是希望你带来资金和技术 那么既然希望你带来资金和技术 那我就希望呢 你能够跟国内的某些企业去做合资 第二 对资本的要求呢 也比较高 有一定的经营风险 因为你自己独资啊 你非常有可能 把搞不定当地市场 当地政府 对吧 所以风险比较高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在设立的具体事宜和营件方面都需要企业自己来办理 所以特别的不方便 即使你说我找一个职业经理人 你连股东你都不信任他 职业经理人你就更有可能不信 对不对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东道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差异 如果你不融入 不合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很难去真正的融入东道国的这种文化 就像日本企业 其实走到很多地方 它都融入不了当地的文化 对吧 这就是它的劣势 一个是国家本身有限制 第二个方面呢 有经营上的风险 第三个方面呢 很多的具体事物自己办起来比较麻烦 第四方面呢 就是文化层面 好 八个优势 四个劣势 这个内容比较多一点 好了解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理论 动机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出去投资 对不对 那国际直接投资 主要呢 有几方面的动机 第一个就是市场导向型 也就是说 我是为了 外国市场 那对于很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来进行投资 实际上呢 就是市场导向型 对吧 有典型的市场导向型的特征 这一类它主要是为了巩固 扩大 还有开辟 国外的市场为目的 那为什么要去开辟国外的市场呢 当然就说明国内的市场可能已经饱和了 竞争相对比较激烈 或者呢 就国外的市场确实很庞大 比如说对于欧美国家而言 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市场 那实在是他们想都无法想象的 对吧 所以呢 国外的市场本身很庞大 很有信力 那有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呢 就是进行国外直接投资 可以避开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 因为如果是进口 那么有高额的关税 但如果直接投资呢 相对来说就可以避开关税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可以更好的去为国外的市场 去提供服务 了解市场 所以能够更好的去建 为当地呢 去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占领市场 对吧 或者呢 能有更大的市场份额 还有为了能够接触目标市场 可以满足当地消费者更好的需求 还有呢 就是国内的市场饱和 或者竞争比较激烈 转而对外 所以总而言之啊 其实这个逻辑呢 我觉得他说的有点不太顺啊 顺的逻辑应该是 第一 因为国内市场饱和了 所以我要对外 那么对外的时候呢 如果是没有贸易保护 那么我们通过对外呢 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更好的提供服务 第二个目的是更好的了解当地市场 对吧 但是如果当地本身就有贸易保护主义 所以我们通过直接投资呢 可以突破贸易壁垒 对吧 就这三个原因 所以你这么去想这逻辑 是不是更通一点啊 否则的话咱们教材原来的逻辑是不太通的 好 第二个方面就是成本导向 降低成本导向性 显然我们是想进入到一些成本比较低廉的国家 比如说中国 对吧 所以中国为什么会是 曾经变成了境外投资 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 原因就是你成本又很低廉 市场又很巨大 这两个目的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绝佳的一个路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极大的升高了 那所以进入到中国市场的这些企业呢 已经并不是为了降低成本了 而仅仅是为了市场 对吧 好 所以降低成本的导向动机 第一个是关于自然资源和原材料方面的 那希望能够通过当地廉价的自然资源 不管是煤还是各种金属 对吧 第二个方面呢 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 第三个方面是规避汇率的风险 这也是可以降低成本 因为汇率本身是也有成本的 对不对 人民币升值 那么对境外的企业来说 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第四呢 就是关税税率的风险 第五呢 就是利用闲置的设备和工业产权等技术 在技术资源方面的考虑 所以呢 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自然资源 第二呢 是人力和土地 第三呢 是外汇 第四呢 是关税 第五呢 是技术 对第五个我解释一下啊 为什么会涉及到第五个问题呢 因为我本身研发出了一套整体的体系 那这一套体系在国内呢 已经可能逐渐趋于淘汰 或者竞争力呢 变弱 但如果把这一套东西拿到中国 这一套技术可能还变得非常的先进 所以呢 很多的外国企业 包括汽车制造企业 是不是都是第一代的在自己那儿 然后呢 第二代的就开始到中国 第三代中国都淘汰的 又往东南亚呀 甚至非洲啊 这样的一些穷国去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让自己的落后 就是或者说过时的技术 能够在全球呢 多赚几遍钱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降低成本的考虑 不管是自然资源 人力资源 外汇问题 关税问题 而技术问题都可以降低成本 后面的这些呢 就更容易理解 从技术和管理导向的角度 那么 作为我们的这个 就是东道国啊 他通过这种投资呢 能够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 这个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谈问题的 不是从投资者的角度谈问题 第四个方面呢 分散了投资风险 那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放上所有的鸡蛋 容易被打破 所以我们说不要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所以我亚洲投一个 欧洲投一个 美洲投一个 除非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全球出现金融风暴 对吧 否则的话 东边不亮 西边是会亮的 第五就是优惠政策导向 就像我们国家其实长时间的 给到外资一些土地的优惠政策 还有呢 税收的优惠政策 对吧 有特别多的一些鼓励性的政策 所以这五个方面 关于市场导向 成本导向 技术导向 还有呢 分散投资的导向 以及是优惠政策的导向 好 了解了直接对外投资的动机以后啊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直接投资的一些相关理论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介绍三种理论 第一种呢 叫做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啊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呢 是由福农提出来的 福农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 他其实主要是认为 产品本身会使得 他是不是适合对外投资 如果是本身就是属于新颖的产品 对吧 国内市场 比如说在美国 美国市场都非常的稀缺 那我干嘛要对外投资 把它拱手让给发展的国家呢 就没有必要 所以他首先认为 在产品的创始阶段啊 应该适合国内生产 那生产出来的产品 大部分满足国内的需要 一些高档的产品 或者说国内无法去 全部满足的一些产品呢 在出口给外面 对吧 直接做产品出口 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还有呢技术 那但是当他逐渐到了成熟 甚至是产品的标准化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利润就没有那么高了 对不对 我需要降低成本 同时呢 因为已经逐渐成熟了 所以我的技术优势也没有那么强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呢 能够在当地 也能够掀起一批新的产品的这种风潮 对不对 我还可以再有比较高的这种利润 而且呢 我进入到发展中国家 我还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 人力和原材料的优势 对吧 所以各方面的优势 这样一加起来 那当然就更好 所以在创始阶段 我们在国内生产出口产品 但是到了成熟和标准化的阶段呢 我们基本上这个时候就要开始 对外投资 对吧 成熟阶段要逐渐的对外投资 或者转让成熟技术 而标准化阶段呢 就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 而且呢 再把这个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 再进口过来 对不对 好 这是关于福农提出来的 关于我们的这个产品角度来看 什么时候应该对外投资 那所以福农总体的结论就是认为 在成熟和标准化以后 就可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到成本低廉的地方去 第二个呢 是比较优势 那比较优势理论又谈及的是什么呢 比较优势理论 他就是认为 各个国家呀 都有自己的绝对优势 但是呢 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 比方说 在做设计 和生产这件事情上 那么显然 美国呢 都有优势 对不对 美国在设计方面可能能够打十分 生产方面呢 能够打八分 而中国呢 可能设计方面呢 能够打三分 而生产方面呢 能够打六分 各位看 是不是美国全面超越中国呀 但是 如果美国把所有的都来自己干的话 实际上呢 按照 按照这比较优势理论 他并没有办法得到最佳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他在设计方面 他能够赚取 比中国多七 而在生产方面呢 他只比中国多二 所以这件事情 他的比较优势 就非常的弱 但是这件事情呢 比较优势 就非常的强 所以 日本的这个经济学家 小岛清就认为 那应该要 发达国家 应该做自己 比较优势强的 而放弃比较优势弱的 虽然让中国去做了生产 但是实际上 总体来说 大家可以得到一个 最大化的好处 总体 大家可以得到一个 最大化的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 美国可以 把八的这个部分的优势 全部拿到十里面来 全部都做设计 我生产不做了 对吧 生产不做了 然后呢 中国呢 设计我不做了 我主要是在做生产 这样形成一个国际合作 实际上 大家看看 是不是效果就会更好啊 实际上效果就会更好 因为它可以全部做到十 这边全部做到六 加起来呢 是十六 否则的话 你一半放在十 一半放在八 你平均下来 实际上只有九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看到 这就叫比较优势理论 而比较优势理论 恰恰是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 对吧 就是全球化的理论依据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认为 发达国家应该把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拿出去 而并不是说 发达国家我什么都要占 或者说我只要有优势 因为你有一定有绝对优势 但是只要不是有比较优势 他认为都应该拿出去 所以比较劣势的 也就是没有优势的 这一部分叫比较劣势 比较劣势的产业 应该积极的推动 来对外直接投资 对吧 这样就可以把东道国缺少资本技术管理经验 没有发挥出来的比较优势 就能够挖掘出来了 对吧 所以美国企业 欧洲企业到中国来进行投资 其实就是把自己比较劣势的部分 把他给抛弃掉 对不对 但是特朗普反其道而行 他认为把比较劣势的部分抛弃掉以后 也使得美国的底层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找不到工作干 所以迁怒于中国 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迁怒于中国 因为这些问题完全都是由于宏观经济的发展 自然而然形成的 对不对 那么比较优势 我们说通过发挥他们的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 那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呢 也能够发挥自己在生产要素上面的长处 所以就把发达国家的技术设计等等方面的优势呢 结合发展中国家 他在资源 人力 土地等等方面的一些长处 把它结合 让发达国家的企业赚到最多的钱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日本学者他提出来 希望呢 让日本学者 日本的企业啊 能够走出去 把制造业的部分呢 能够让给外国的企业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好 第三种呢 叫做生产折中理论 生产折中理论呢 也是 是由英国的经济学家 约翰·邓宁提出来的 那么他提出来的基本逻辑 就是认为 从生产的角度 或者说我的自身的优势的角度 要看自己属于什么情况 你拥有什么优势 你就干什么事 比如说 还把直接投资呢 它的优势 分为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 还有区位优势 这三个基本的因素 所谓的所有权优势 指的是什么呢 就指的是说 我这个企业啊 就是拥有这个技术 而内部化优势 指的是什么呢 我可以把技术 落地 落地生产 那区位优势呢 就是说 我还可以有地缘的 力量 所以各位看啊 如果我仅仅只有所有权优势 我只有技术 这个时候 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就 做技术转让啊 因为我只有技术嘛 那如果我又有技术 又有内部化优势 也就是说 我可以落地生产 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 先自己生产 自产 然后自产出来以后 再出口 对吧 那如果我既有技术的优势 又有自产的优势 而且我还有 去东南亚国家建厂的优势 那怎么办呢 就对外直接投资嘛 对不对 再来做生产 再来往外去卖掉 所以这个逻辑 大家能看懂吧 对吧 如果只有技术优势 我就转让技术 如果又有技术优势 又可以生产 又可以自我生产 那我就可以出口 如果是我还有 区位优势的话 那我就可以 对外直接投资 好 说完了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怎么去建立企业 我要直接投资 我怎么建立企业呢 其实就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新建 一种方式呢 就是并购 那这两种方式 其实大家很好理解 对吧 新建呢 就我去境外 不管是自己也好 还是说跟当地 东道国的投资者一起也好 我是从无到有建一个企业 所以呢 它形成的是一种增量 它形成的是一种增量 对当地东道国企业来说 是一种增量 而并购呢 它只不过是存量的转手 对不对 存量的转手 所以一个是做增量 一个是做存量的转手 那么它的优劣势呢 各位就可以按照这个逻辑 来去进行思考 我们首先来说做增量 做增量的好处 大家想想 如果我去跑到东道国 去建增量 是不是可以新增就业 可以来新的资金 所以一般来说呢 东道国是欢迎的 舆论呢 也不会抵制 因为你是过来建新的企业 而且呢 你能不能建成东道国 都无所谓 对不对 你失败了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是GDP 总之是给我拉动起来了呀 因为只要你建 就拉动了GDP 第二呢 多数国家 自建海外企业 比收购企业呢 手续要容易 为什么手续容易 就是因为鼓励嘛 对吧 东道国很鼓励 还有呢 创建新企业 尤其是合资企业 可能还会有优惠政策 还有就是资金呢 一般能够做出准确的估价 因为我们用的是成本法 所以简单的说 新建这种模式 它其实是比较受东道国欢迎的 而且呢 成本是比较明确的 这是它的优点 当然了 缺点也就存在 对吧 为什么东道国欢迎你啊 当然这里面就是 本身周期就很长 开业比较慢 而且呢 也不利于迅速进入 并且也不利于迅速的跨行业的经营 总而言之啊 经营风险比较大 你想想就能想明白 别人欢迎的 对你来说 不一定完全有利 对吧 这说明他特别想让你来 但是能不能成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好 那并购呢 并购是属于 在东道国原有的存量的基础上 我把存量拿过来 那把存量拿过来 明明人家好好的一个民族工业 民族企业 拿给你 是不是当地人就不干啊 不好的你又看不上 好的呢 你如果买过去了 一个外国企业 买过去了一个重要的企业 那对当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说 这种存量的并购 存量的转换呢 其实往往可能会 遭到抵制 当年最典型的 就是一个 大家可能都听过的案例 就是会员果汁 当初差一点被谁收购啊 差一点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 那本来呢 如果会员果汁 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的话 那么朱新里作为一个创业者 包括整个会员果汁的股东们 都可以赚得非常的happy 对吧 但是因为 大家的反应特别强烈 舆论的反应也特别强烈 因为大家都引会员果汁 为民族品牌 民族骄傲 所以呢 当一听说会员果汁 这么一个企业 要卖给可口可乐的时候 大家就疯狂的反对 所以最后呢 商务部也以反垄断的这个原因 来毕掉了这个案子 但是毕掉以后 大家再看 最近这十年会员果汁 基本上就已经快要倒掉了 对不对 因为大量的企业冒出来 而会员果汁呢 原有的经过那一轮以后 其实自己的这个 就是整个的元气 也是大伤 所以这一个民族品牌呢 最终基本上就倒掉了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站在可口可乐的角度来说 它去收购这个企业 是不是真的没有新建荣业 它要新建一个可口可乐的工厂 或者说我自建一个新的品牌 我可能要容易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说 并购东道国企业呢 我们先说它的不好 它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呢 就是国家被并购企业和投资人 他们存在相关的会计准则 和财务制度上面的差异 当然这些呢都是小问题 对吧 这是小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 东道国可能会有反托拉斯法 反托拉斯法也就是反垄断 就你无法去并购成功 自己呢 还可能会折损大量的金钱 还有就是当也有国家 面对并购数量和并购的金额 较大的时候 还会有舆论抵制 对吧 大家记住会员的例子 就能够明显体现出来 商务部最后也反对了 当然一开始是舆论的抵制 还有呢 就是被并购企业原有的契约 或者传统的关系 存在人员的安置啊等等问题 都会非常的麻烦 对吧 所以就是一些存续问题 存在一些存续上面的问题 好 这是缺点 当然好处也有了 好处就是你如果真买来了 又是一个优质的企业 你是买来了一个优秀的渠道 优秀的生产企业 而且呢 又是当地国的企业 对不对 就像联合力华当年就收购了 中华牙膏 黑妹牙膏 这些中国老字号的一些牙膏企业 所以它可以利用目标企业 现有的设备 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像中国呢 像这个福耀玻璃 福耀玻璃呢 它是跑到美国去自建企业 但自建企业 它也利用了通用汽车当时的场地 也利用了很多通用汽车原有的熟练工人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可以利用目标企业 原来的销售渠道进入当地 对吧 你买了这个企业 既有完善的生产体系 又有完善的销售渠道 还有呢 通过并购活动 也可以迅速地打开你的途径 如果是这件事情 并没有被当地反感的话 第四个方面 就是可以减少竞争对手 因为如果你新建 那项会员就会成为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 但如果直接利用会员呢 那么会员是不是就 这个老大果汁饮料的老大 就变成了可口可乐自己的人了 对吧 就又消灭了一个对手 而且呢 还增加了自己的实力 还有并购以后 再次出售目标公司的股票 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对吧 所以一方面有了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 另外一个方面 有一个更好的渠道体系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可以更好的去减少竞争对手 同时呢 降低自己的风险 经营的风险 对吧 让自己可以迅速地扩大规模 迅速地多样化 还有呢 就是可以再出售 我买了 我还可以再卖 所以大家 如果是让你去答这样的东西 你就从 一个是新增 东道国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 很欢迎 但是呢 经营风险比较大 另外一个是存量 那么东道国不喜欢 舆论也有很大的压力 对吧 存续的问题也会非常大 但是呢 好处就是我买来了一个 优质的生产企业 渠道 还有呢 也可以利用它 去扩大资源 并且也可以降低我的竞争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让你答 你就从这两个方面 自己大家都能够 基本我觉得都能够想得出来 好处 好了